清晨6點20分 台中客運開過路口 車身一過 柏油路上拖著長長一條痕跡 13分鐘過後 一名機車騎士左轉 就在他壓過痕跡當下 打滑車身一歪 擦出了火花 33歲男子慘摔受傷 原來是公車漏油 造成男騎士摔車 等公車司機發現後 趕緊暫停在路邊 只不過沿途鎖精之處 已經留下長達80公尺的大面積油漬 上午6點半 台中大理 仁華路跟智善路 越接近上班時間 車流量變大 清潔隊趕緊搬來 目屑稀油 幸好男騎士皮肉傷沒有大礙 只不過公車漏油才導致摔車 警方依照法規 對司機開罰1000以上 6000以下罰環之外 因為漏出的油漬使得用路人受傷 司機另外要被吊扣駕召一年 期間內不能開車載客 3D新聞中轉這裡建營台中報導